大家好,我是Hero Zoho 我是Hero主修,你們好 平常我現在在台灣居住之後 其實我一開始愛上的是衝浪 就是因為台灣有很多像這樣子衝浪 很適合衝浪的地理優勢 所以我就會開始衝浪 這個像這樣子的戶外運動 其實我覺得非常適合我 而且我覺得在過程當中 也會一直讓自己去挑戰更新的一些技巧 或者挑戰一些新的目標 那我覺得這些在我的生活當中 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其實在兩年前開始主持外景節目 那之前呢我都一直不覺得說 衣服到底就是一切都是以好看為主 那兩年前開始主持外景節目 開始上山下海 然後開始就是會接觸不同的氣候 那那個時候我才注意到說衣服的機能性 就比如說在夏天的時候 可能排汗性就很重要 或者說在冬天的時候保暖性 跟穿起來不會太厚重 還是要是方便的形式 那我覺得像Jordano的衣服 其實穿起來都還蠻舒服的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其實我們大家都跟運動有關係 像Alex他本來就是游泳選手 那Tiara他是專注在瑜伽的 那我們陪子之前可以分享一些 跟運動有關係的東西 那尤其是像Alex 其實我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那他在我們三個人當中 比較像是一個大哥哥的角色 我覺得他還蠻照顧人的 就是在整個拍攝過程當中 他都會盡量的去安排我們 跟我們分享更多一些拍攝的一些方法跟技巧 對 非常謝謝他